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外电18日报道 联合国前秘书长柯菲安南于让天上午在瑞士去世 享年80岁 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18日在推特上公布了这一消息 今天我们哀悼失去了一位伟人 一位领导者 一位有远见的人 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 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安南 是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 也是出身联合国工作人员行列而当选的第一位秘书长 他于1997年1月1日就职 2001年6月29日当选连任 2002年1月1日开始第二个任期 2006年12月31日卸任 2001年10月12日 安南和安南夫人与秘书长大楼的工作人员握手 2001年12月10日 安南因协助创建全球基金会和联合国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以表扬他们为一个更有组织和更和平的世界而做出的努力 该基金会以专门为防治艾滋病 肺结和和虐疾为成立宗旨 有人说联合国是一个长着192颗脑袋的庞然大物 每颗脑袋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要求 安南再没有军队 没有国徒 也没有政治权利的情况下 掌管了这一庞然大物十年之久 回首安南的一生 他被认为是联合国历史上最富改革精神的秘书长 2000年4月13日 安南前往古巴进行正式访问 安南在哈瓦勒德赫瑟马尔地学校签署了一份来宾部 他和夫人访问了这里的学生 2006年7月17日 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开始 安南与各国领导人在会议前交谈 2005年1月8日 斯里兰卡西南部海啸灾区 潘基文在纽约参加联大会议后握手 2012年6月7日 时任联合国阿蒙叙利亚危机 联合特使安南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会议 安南的中国情缘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 安南曾多次与中国政要及各界人士会晤 他本人也多次访问过中国 他曾游览过北京故宫与巴达岭长城 他曾前往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参观并演讲 他还获得了浙江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1998年 安南和夫人参观长城 2006年5月20日 安南和夫人在黄山合影 1998年4月1日 北京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中参观故宫 2004年10月11日下午 安南携夫人到清华大学访问并发表演讲 2004年5月19日 美国纽约 中国首位航天员杨立伟 佐 向安南一交了神州五号飞船搭载的联合国席 2006年5月23日 北京 安南和他的妻子纳利安南 参观建设中的北京奥运会主会场国家体育场 安南的生活 安南先生1938年4月8日 生于加纳的库玛西 1971年到1972年 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私勇研究员 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 安南先生能说流利的英语 法语和几种非洲语言 安南在他年轻的时候 在麦克拉斯特学院的卡尔顿体育场 在60码短跑中 打破了12年的记录 安南在麻省理工 他的夫人纳内安南是瑞典人 律师 县位艺术家 他对了解联合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质感兴趣 目前他最关心的是艾滋病毒艾滋病 和对妇女的教育问题 他还曾为儿童写说介绍联合国 安南一家 2001年12月6日 安南和夫人与芝麻接的演员合影 2004年3月11日 安南和夫人与联合国总部导游合影 图片 来源于网络校对 黄礼反编辑 曾强张子望张迪实习生张瑞宁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